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為他們講的其實就是一個思念 那我常常就是會收到歌迷給我的卡片啊 或是很多他們常常的祝福 我都覺得我也好想要送一個禮物給他們 但是我覺得我想最好的禮物就是這首歌了吧 我都覺得把我們曾經在一起的畫面把它寫進去歌裡面 我覺得人的記憶是非常的短暫的 常常會忘記很多事情 可能有一天我們會分開得好遠好遠 但是神秘裡面就是有一個默契啊 他就會把適合的人就是 該遇到的還是會遇到就會放在一起 那如果有一天離得很遠很遠了 都忘記了 但是如果他還可以記得這首歌裡面的某一個旋律 只要記得某一個感覺 我覺得這樣就夠了 好嗎 好嗎 我要把對你的思念寫下來 不然那一天忘記了怎麼辦 要把對你的愛的聲唱 出淚一直唱一直唱 還要一起唱 還要一起唱 看你看的書 聽你聽的歌 聽你聽的歌 和你喝的湯 像跟你一樣 那一天 都不知道 想要一起唱 都忘記了孤獨